小哈利有一個被控出道的事情嗎 看他要不要出道 我覺得這是他自己的意願 他做的開心 然後玩的愉快 那如果小哈利出道了 就是哈利都會提供他一些資源嗎 或者是 我希望 我希望不要 就是可能還是 我也沒什麼人脈 我們的人脈都已經 太可氣了 年紀比較 已經 就我可能要拜託一下這些年輕同業 我們喜歡 我喜歡小哈利啊 好啦 不要一直 他回家喔 我們再看一下 左邊先從左邊看完 再從左邊 會支持小朋友玩團嗎 因為玩團都會偏比較有個性 我覺得現在玩什麼都偏有個性 都偏有個性 都偏有個性 對 小孩會聽你的話嗎 再說 大的還小的 都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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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幹嘛問呢 不是 小的不會 不會聽嘛 你看這有小孩就知道 一件事情 講了三遍五遍 他都不一定 記得 或者他不想記得 那大的 都已經 有他自己的 喜好 或者個性 你去管也沒有意義嘛 小哈利有一個 會考不出道 會支持嗎 看他要不要出道 我覺得 這是他自己的意願 他做得開心 然後玩得愉快 OK了 那如果小哈利出道了 其實哈利都會提供他一些資源嗎 或支持 我希望 我希望不要 可是可能還是很難 其實有點兩難 我覺得他自己 靠自己的狀態 是比較好的 所以如果忍不住大家 不要怪兒童方 譬如說幫兒子宣傳 作品之類的 那個應該是比較基本的吧 嗯 那個我覺得沒什麼 好 有一個很好的什麼畫啦 什麼設計啦 其實很厲害 本來就 這個鬼子 是 那人脈方面 我也沒什麼人脈 欸 我們的人脈都已經 太可氣了 年紀比較 已經 就我可能要拜託一下 這些年輕朋友 我們喜歡 我喜歡小哈利啊 好啦 不要一直 他會驕傲 在此曾經我是男生 我平常都是穿男裝的 我覺得女裝對我來說 就是演出一場秀的感覺 美的衣服我都想穿 當然我不會去說什麼 我沒有在穿女裝 衣服都是一樣的 小哈利愛穿女裝 原因全說了 兩分鐘自白影片曝光 我是男生 嗨 我是恩利 Harrison 我喜歡跟兒子逛街 她總是能 帶我去認識很多新的品牌 打開我新的視野 她可以很酷 很可愛 很優雅 她簡直長在了老媽的審美點上 伊能靜時常在抖音曬 與哈林的兒子 小哈利一些日常 小哈利平時喜好在社群 發多種權威風格的OOTD 不過性別氣質 卻時常受到抨擊 但媽媽伊能靜 從頭到尾都公開力挺自己的兒子 我做過最令你驕傲的事情是什麼 有太多令我驕傲的時刻了 比如說 你問我畫的每一幅畫 你替我寫的每一首歌 然後你跟這個世界探索 你與世界溝通方式的時候 那個非常強硬的你自己 都讓我感覺到非常非常的驕傲 之前小哈利被街放 她也親接自己穿女裝的背後原因 嗨 我是恩利 Harrison 大家好 介紹一下你的穿搭 這是Mason Margiela 我昨天跟弟弟一起去賣的 媽媽撇個搖 她們都以為我們兩個在談戀愛 我們沒有在談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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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不建議再唱一次熱搜來 之前看到 你媽媽幫你拍了一張你在穿女裝的照片 在此澄清我是男生 我平常都是穿男裝的 很小我就不是以男生穿裙子啊 或是男生流長頭髮這種想法去搭配 我反而是覺得 我今天想要給大家看的感覺 是一個比較feminine的 一個比較柔軟性的 那我就穿成這樣子 我今天如果想要比較柔軟一點 我就會穿成這樣子 我覺得女裝對我來說 就是演出一場秀的感覺 每個的衣服我都想穿 當然我不會去說什麼 我沒有在穿女裝 衣服都是一樣的 我當然也不會說 男生跟女生沒有差別 想要穿什麼就穿什麼 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知道 哪些東西是先天的 比如說我自己有的 男性直覺女性直覺 還有哪些東西是 我們剩下來之後 社會賜給我們的 我們現在活在當下 所以我們可能不會察覺到 但是如果你看到歷史 看到潮流的演變 才會發現這些 我們所立的規則 還有社會賜給我們這些潛規則 是多麼的荒唐 小哈利高EQ有想法的回應 也讓網友沾翻 真的被教育得很好 如果是我的孩子 他的思想會讓我覺得很驕傲 我拉過玫瑰沒有禁忌 最好的泡泡是美麗 最美的聲開是放晉